寻回赛的新赛季 在2018年的倒数第三天拉开资格赛的帷幕 从深圳到奥克兰 再到布里斯班从普纳到多哈WTA和ATP时隔两个月后封间再起 中国选手经过几周的东逊 也重新出发金花们集体出战首周的比赛 在家乡赛事深圳 球迷们在训练场能见到中国球员们扎堆训练的身影资格赛首轮战霸 率先登场的小花们表现感人唯一的一场 胜利来自于世界排名120位的朱林 他首轮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佩雷斯世界排名143位 发球状态不佳的朱林 全场贡献了五次双部对手 却在发球端轰出了九季ACE 尽管如此24岁的朱林 还是凭借着底线的优势 6-47-6两盘 拿下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他决胜轮的对手是同胞寻方颖 后者淘汰杨昭轩 取得在深圳首胜 作为世界排名100位以外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球员 朱林在前几个赛季有多次冲击超100的大好机会 但江苏妹子似乎和命运在做游戏 想成为101女孩的他 一直在无限接近前100 却从未实现百大目标 深圳会是他跨越101的标的吗 另外两位出战深圳资格赛的中国球员段盈盈和刘方舟 分别不敌布林科瓦和卡列尼娜 无缘决胜轮 远赴澳洲被战新赛季的韩新韵 同样未能在单打赛场开着好头 面对斯洛伐克盟女赛佩洛瓦 锦州姑娘仅支撑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以2-63-6败下阵来 不过 他还将和尤拉克出战女双的比赛 中国球员集体出战的深圳 在今天下午公布了女单签表 虽然王强郑赛赛以及张帅都作为种子选手 但深圳的豪华阵容 让首轮的比赛就充满悬念 三号种子王强首轮遭遇李斯克 正是在去年深圳首轮 美国姑娘宋诞横扫送给王强新赛季首败 让天机妹的开启三连败的噩梦 不过时过境迁 凭借今年亚洲赛季的疯狂表现 已经贵为TOP20的王强 再次面对李斯克复仇的概率大大增加 双帅被分的同一个四分之一 是于彭帅首轮对手 是杰克美女克普利斯克亚 两人曾在六年前有过一次交手彭帅三盘 险胜出出茅庐的克普 目前仍处于一波十四连胜的彭帅 还能再进一步吗 张帅首轮抽到贾贝尔突尼斯人 在今年莫斯科从资格赛突围打进决赛 成为该国首个闯进巡回赛决赛的球员世界排名 也升至六十位的新高张帅此一凶险 在惠师彭帅的路上 可能还会遭遇同胞王亚凡后者 首轮对阵施密德罗瓦此外 时外卡出战的深圳本土球员 00后小将王新渝 将面对一位资格赛球员 如若晋级将遭遇沙拉波瓦和巴辛斯基的胜者 作为在中国颇有名气的两位球手 沙拉和巴老师首轮就上演强者对话 让深圳赛从第一天就看点十足 另外一位人气明星奥斯卡彭科 千运不错首轮资格赛选手 很有可能和彭帅争夺八强席位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 感谢观看